根據這一陣子發生的疫情 向我們的師父還有社會大眾說抱歉 一起公布 那個個案是因為它本身 就是有一個精神重度的一個疾症的狀況 那當初因為這個個案 他其實他的個人的生活習慣 就是他很喜歡吃 那當時因為檢查的時間過久了 所以他有一點急躁不安 因為我們整個晚飯的時間就延長 那所有的工作人員都下來之後 因為那個個案他有一點就焦躁了 你也知道精神病患者並不是我們 他們什麼時候要做出什麼樣的動作 甚至他講的話可不可信 這個都不是我們預期的 他當時就有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他超過超過窗戶 有了一些這種暴動的一個情況 所以工作人員在緊急的情況下 所以他才把那個就是 一般我們在列那個桌子的一個鏈子呢 才把它在當下緊急的一個音域 去做一個約束 並不是外界當下你看到的時候的 想像的那麼多的一個演員 他目前的話 就是從7月我們收容了有495位 當然之中沒有包含20位的一個工作人員 今天在龍花堂的所有的行眾 絕對不是龍花堂去招攬或去要求 或去綁著他們 完全是家屬 在求助我們之後 來到龍花堂拜託師父的一個照顧 那所有的就是 都是唐仲的家屬或者是外界的支援 因為龍花堂都是自己自己 也從來沒有接受到政府的一個補助 我們也積極的在做一個復健的一個模式 包括你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整個的龍花堂出去表演的大樂隊 宋江振還有我們的三太子 這些都是我們的一個照顧復健的一個模式 每次都去遇到這三太子 以前有為大樂隊的三太子 onstans了三太子 照顧地做度 三太子